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其实在我昨天的影片有提到了这个很好的做空信号 那如果你有看了我昨天的影片获得了这个做空的盈利 那恭喜你 记得帮我的影片点赞 好 那我们现在在天图看得到它还在这个位置里面嘛 所以是没有突破在上方基本上的都还是有这个回调的预期 那我们下去看一小时图 我们看到比特币的一小时图就是在这个盘整区域内 那现在非常的关键了 来我们看比特币的一小时图 你可以看得到它现在出现了这个下降楔形 这个下降楔形是一个看涨的形态 它现在突破了啊 如果说突破稳了 接下来将会再次挑战这个阻力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它上涨到了这个阻力位置 会不会再次的就是无法突破 然后又给我们多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做空的机会 大家可以去留意这样的一个做空重要阻力位 那其实最好的操作肯定都还是这里 这个位置还有这里 那我在我的会员群有提到 这个下降楔形突破了 如果说你上方持有这个空单 你要在这里小仓开这个多单对冲 其实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它会在这个位置获得支撑反弹 我在我的会员群里面也是有告诉我的会员了 因为它已经下跌到了这个0.618 你看它完美的就是下跌到了这个0.618 然后也没有跌破 你看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非常漂亮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留意接下来它反弹的位置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再拉一个Fibonacci 从这个顶部的位置拉到这里 那你可以去留意的就是这个0.618的28538的这个位置 好我们现在去看15分钟图 好我们来看比特币15分钟图非常关键 在我昨天的影片 我就有提到了比特币反弹到了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0.618的位置 那它其实在这里就有走出了一个三角形 那我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就有提到这个三角形 好这个就是我会员群昨天9.38分发的 比特币15分钟没有突破0.618 空单还是很好 那比特币盘整正当中 注意这个三角形 那跌破了就要去留意这个红色支撑线 那真的是跌破报警这个空单 然后后来在今天的时候也有恭喜我的会员们 就是获得了空单的盈利 那我相信观众们也有这个盈利的 因为我昨天的影片就有提到了 好我们再次回到来比特币的15分钟图 那其实它跌破了这个三角形后 它也跌破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线 后来呢就走出了这样的一个熊起 你看这个熊起 然后跌破 然后也非常漂亮 下跌到了这个0.618的位置 那现在因为出现了这个下降血型 它现在正在挑战这个支撑阻力呼唤位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真的非常强势 再次的上涨挑战这个主力位置 那其实我们还是依然可以在这个位置 去找有没有做空的一些信号 然后去进行这个空单 因为最好其实都还是一样 就是在支撑的位置去做多 主力的位置去做空吧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物口 可以在影片的资讯栏下方去注册账号 如果你要加入我的会员群 可以点击这个连接 查看这个会员的详情 或是Teregram联系我的团队 好那我比特币的快速分析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记得帮我点赞咯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